字幕提供 伸到鼻子損光了, 更紅了 咳得更厲害了 我們住這裡對住工廠區 空氣真的差 媽媽, 這麼辛苦 吃粒藥休息一下 喂? 女兒, 我剛剛參加了東華三院的 善秀道上團 我上來你們吃飯 初愛什麼善秀? 環保殯儀, 好東西來的 一會兒解釋給你聽 好的, 拜拜 由於我們的城市發展 原化粒子, 淡氧化物 都是比較嚴重 在我們科學界 公衛衛生方面 都認為這些原化粒子 對於健康應用是最大的 譬如大家很熟悉的 哮喘, 或者是老人家的 所謂的慢性肺座的疾病 慢性肢血管炎 或者肺腫的疾病 都是跟污染物很有關係 東華三院作為一個慈善機構 和一個綠色機構 我們公共服務部旗下的 兩間殯儀館 就開始著手構思環保殯儀 在2008年, 已經率先引入了環保棺 環保棺是用蜂窩、紙板製造的材料 是易於燃燒 傳統的棺木 要堪伐樹木來製造 我們做過統計 一棵樹可以做到四至六座的棺木 在殯儀館來說 一年可以售賣到三百座的環保棺 計算數 就相對於幫地球保護了六十棵樹 其實環保殯儀除了環保棺之外 還有環保的獸醫 還有環保的扎作 很多方面 我們亦有舉辦一些環保的講座 邀請老人家來殯儀館聽我們的講座 我們亦會介紹環保的概念 給老人家去認識 所以他們慢慢都會知道環保棺 環保殯儀的好處 環保棺木 看起來根本不像是紙皮 我敲到一聲 木不讓 他不告訴我 我也不知道是環保棺木 回去會第一時間跟小朋友說 我們用環保的儀式做 如果將來五百年歸老 我們除了在殯儀館引入環保棺之外 在廟宇都有環保爐 好像文武廟一樣 可以釋放出來的排放物 可以大大減少 環保香的材料 希望它會少煙 少一些濃味 以及不能有添加劑 所以我們的環保香 全部都是只有黃色 釋放出來的煙的味 都會比較輕一點 環境會比較好 在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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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廟宇